今天乌克兰战争进入第35天 俄乌谈判出现了重大突破 咱们首先来看看谈判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乌克兰永久中立 俄罗斯方面表示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是乌克兰你必须得放弃加入任何的军事同盟组织 乌克兰那边同意了 这也就说明了乌克兰再也不可能加入北约了 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西部部分撤军 但是不停火 目前乌克兰的东部已经被俄罗斯方面控制住了 开始逐步恢复社会正常运转了 另外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保障国的提议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乌克兰遭遇军事入侵 保障国必须要进行磋商 然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事因为牵扯到第三国所以没有下文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 对于谈判结果是比较满意的 俄罗斯那边也说了 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已经达成了 也就是说乌克兰境内的绝大多数武装势力都被打掉了 纳粹分子最集中的亚素营也没了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偏治安战了 把残余部队都给它清除干净 然后让卢干斯克和顿涅兹克走出当年克里米亚模式 攻投进入俄罗斯就完事了 西乌克兰成为永久中立国 变成战略缓冲区就就完事了 而美国的态度非常冷淡 拜登和布林肯同时回应 称不相信俄罗斯的表态 同时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制裁俄罗斯 很明显美国方面就是不想让两国停火 泽连斯基在讲话里面就说了 乌克兰可以回到原点了 那现在局势很明显 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了 结果你绕了一大圈 国家被砸个稀巴烂 你说你是图骂呢 图给美国大耶勒一个是吗 纳尼克镇是腌住隔耳朵 两头受罪呀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自从爆发乌克兰危机 咱们是眼睁睁的看着大漂亮 一步一步把自己给玩死 全世界都看到了 美国是如何打破自己制定的 所有所谓的国际规则的 我上次又说了 现在的美国就是拜登 拜登就是现在的美国 眼不明耳不聪 抬头文也开了 而辫子也大了 颤颤巍巍多的缩缩 而且上下都没有把门的 往那一坐 大的就来了 往那一站 那嘴又飘了 昨天拜登在演讲的时候 突然就放出狠话 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不能再继续掌权了 这可不是第一次胡说八道了 上次老GB拜登说普京是屠夫 直接对普京进行人身攻击 普京则很大度恢复说 助他身体健康 结果老头上飞机 哐哐哐就甩三回 你说说 而这次说普京不能直接掌权 这就很明显 要煽动俄罗斯政变了 俗话说啊 说话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结果因为上下都没把门的 把真实想法给说 吐了嘴了 毫无疑问 这在外交领域上 属于重大失误 会极大的损害 美国自身的外交回旋于空间 拜登这话一出 路透社那边开始煽风点火 这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 向俄罗斯态度的急剧升级 CNN继续烧把柴 这是拜登最激烈的措辞 美联策那边拿着油就过来了 说拜登严厉的讲话 在北约国家中产生了一个重大裂痕 法国那边一看这情况真急了 马克龙说 我们是要避免战争 而不是要战争升级 别说媒体跟盟友了 就连白宫自己都蒙了 白宫的官员是紧急出面澄清 说我们的总统意思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 我们没有想在俄罗斯改变政权的想法 但是你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人家俄罗斯能相信你的紧急辟谣吗 颠覆其他国家政权不就是美国一直在干的事吗 而让白宫最痛苦的是 拜登欧洲之行上下都没把门的 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布鲁塞尔参加G7欧盟峰会的时候 拜登说如果俄军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 美国会用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 这等于美国公开威胁会使用化学武器 当时一下让欧洲在场的全都炸毛了 当时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紧急出面解释说 我们总统的意思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 我们不是说美国会使用化学武器 好嘛 布鲁塞尔那边喷完了 老头来到了波兰 拜登又对着美国大兵说乌克兰的士兵非常勇敢 等你们到那边了 你就能看到他们是如何挺身而出的 这一句话让白宫官员那都吓尿了屁了 再一次出面紧急辟谣 总统的意思不是那样 我们不是要向乌克兰派遣美军 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我们不去 当时法国的马克龙第二次说 拜登你说话可过头了 我这哈都下来了 你这不是在制止战争 你还是在拱火 法国人很不满意 乌克兰那边也不满意 泽连斯基不止一次的说西方太软弱 美国没力度 除此之外 美国国内也特别不满意 美联社做了民调 只有26%的美国人相信 拜登能管控好危机 拜登的支持率也掉到了历史最低 现在老头一脱稿 白宫那边吓得就哆嗦 在最新的一次记者会上 大家都惊奇的发现 拜登的手上多了一张小卡片 记者用镜头直接拍到清晰的照片 上面写的什么问题清清楚楚 很显然是害怕他再说错话 当记者问到是否担心他的言论会让冲突再升级的时候 拜登直接按着小纸条上念就完事了 而这一下子让美国网民在推特上就开启了嘲讽模式 说拜登问题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哪个先问哪个后问全都已经安排完了 现在拜登让布林肯沙利文特别头疼 老头嘴上没把门的 成为了袁次郎口中的国际大嘴霸IBM 这会让美国的外交战略直接进入死胡同 你说完狠话了 放完屁了 你自己再做回事吗 你也不嫌炸嗓子 从现在情况来看 欧盟本身对于美国这边是将信将疑 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对于欧盟内部长期渗透 很多关键的位置 那些欧盟官员其实都是美国傀儡 比如说最典型的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 他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说话非常强硬 大家都见识过了 拜登讲话的时候对所有人说 要牺牲欧盟的利益 这是我们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 冯德莱恩在旁边一直点头表示认同 昨天还有一个事能把你给乐死 冯德莱恩给俄罗斯打电话有点急了 请求放行向欧盟运输小麦的船只 他强调你封禁船只是不人道的 欧洲人民需要吃饭 我们需要面包 但是他认为欧盟制裁俄罗斯都是为了正义 这和小麦是两码事 不能放在一块 他说俄罗斯没有理由禁运小麦 这让欧洲会面临饥荒危机 俄罗斯必须立即纠正这种错误 好像说的很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看看美国人都养了些什么欧洲傻叉正棍出来 这不妥妥一个巨婴吗 另外欧盟在峰会上牛逼哄哄的拒绝俄罗斯提出用卢布交易天然气 然后今天早晨多个消息证实 俄罗斯方面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 亚马尔天然气管道流量直接降到零 给你把阀门都拧死了 直接把阀门那券都扔了 欧洲那边直接傻言了 现在的欧洲那是千年的大同中惊得起敲打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卢布走势这两天突然加速走强 连续突破重要阻力关口 美元对卢布最新的报价已经来到了83 这已经回到了开战前的水平了 大家要注意这两天快速上涨前 正好是欧盟表态拒绝卢布制服天然气的时候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大涨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价格的变化背后都是供需关系造成的 说明欧洲人嘴上很硬 但是身体非常老实 大家都在拼命的买入卢布 抢购才会引发价格的快速上涨 这是市场规律 所以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 欧盟疏残了 美国短期割了欧盟的韭菜 便宜了美国的能源企业 但是直接动摇了美利坚的根基 你这么一搞 谁还信任你的美元呢 你这么搞 外交上谁还真正和你美国站在一起呢 欧盟现在就嘴上说说 其实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民主人权政治证券 这其实是为了维护欧盟自身的团结 为什么要维护呢 因为欧盟本身就各怀鬼胎 一盘散沙 历史上也是互相厮杀 都是仇敌 西方世界现在属实是太拉胯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五角大楼昨天提邀给国会一份最新的国防战略总结 除了提高军费以外 还特别把之前中国是唯一的竞争对手 改成了中国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还加上了俄罗斯是严重威胁 另外还有一句 美国如有必要 会在战争中打败中国 看见了吗各位 上帝要谁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美利坚是亡我之心不死 未来的两三年 咱们还会继续见证历史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